男子朝貨車揮拳一旁還有女子勸阻 男子沒理會在路中上演超派鐵拳 貨車駕駛當場愣住 透過行車記錄器畫面 清楚看到賓士車從最外線車道 一路殺進那一側 接著他把車停在路中間 這邊是國道1號北上路段 連結車駕駛也不好惹 把賓士車一路往內逼 擠到護欄旁邊 兵士駕駛開門下車往前衝 跑到連結車駕駛座旁開對方車門 大車駕駛不甩他直接把車開走 兵士駕駛氣不過上了車一路往前追 這次擋在貨車前面 就是這台在剛才的貨車 慘遭兵士駕駛超派鐵拳攻擊 行車糾紛發生在1月25號半夜1點40分 國道1號北向189公里處 貨車駕駛說當時他送完貨 要從台中回台北 路中碰到兵士駕駛蛇行擋車 還遭到藍車攻擊損失慘重 貨車駕駛說當下他有報案 但高速公路上兵士駕駛駛逃逸 影片PO上網引發熱議 對此警方說 兵士駕駛無故路中停車 最高可以開罰3萬6 並吊扣車牌6個月 TVBS新聞 陳志忠 呂正成 陳榮毅 徐又翔 彰化台中 創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